为在德国的欧洲太空总署人物中心 科学家和工作人员欢欣鼓舞 庆祝人类有史以来首度成功登陆彗星 可惜的是飞来号登陆地点实在太糟 让它的太阳能板无法接收足够的能量 因此从2014年11月中开始就跟地球完全失去通讯 任务暂时停止 但科学家还是希望2015年的8月 当彗星接近太阳时飞来号可以再度苏醒 同样不放弃希望的还有人类登陆火星的计划 除了印度的卫星MAM成功进入火星轨道 欧洲太空总署也正在测试最新型的火星探测器 和美国太空总署NASA不同的是 欧洲的探测器要在火星表面钻探地表两公尺深的岩石 整个计划预计2018年升空 2019年登陆火星 2020年把样本带回地球 日本人在2013年送会说话的机器人上太空 爱喝咖啡的意大利人则准备在2015年4月 把特制的浓缩咖啡机送进国际太空站 这些都不只是为了作秀 而是要测试在太空无重力状态下 地球上运作正常的机器 要怎样才能同样发挥功能 而要进行太空任务 来回地球和太空的载距就不可或缺 在太空缩除异后 美国为了不让俄罗斯的联合号 与欧洲的亚利安火箭专美于前 2015年将持续研发太空发射系统SLS 用更大的火箭引擎和大得多的酬载量 进一步扩展人类太空任务的范围 记者徐佳仁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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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